原來不是因為我個性 而是因為我不是她的性取向 農裝少女穿著清涼大方 談論自己的感情事 話題大膽辛辣 毫不避諱 我覺得她的頭髮還有氣質 又或是戴上假髮對著鏡頭 用力賣萌自拍直播 有著甜美的外表 如今她卻在網路上PO文 說自己要在捷運站殺人 少女在個源臉書爆走 發文說今天要在內湖 捷運站1號出口 準備殺人 下方還自己補充留言 不但請警察來抓 甚至要回家拿刀 還告訴朋友 沒有人可以阻止 因為就是社會傷害了她 因此要以牙還牙 如此仇恨 而且據威脅的言論 不只引起警方高度重視 就連民眾也相當害怕 其實還沒有進站 也不會受到檢查 就是會還滿擔心的啦 你覺得這樣 的確會持續散播啦 但是要做的 其實不單純是轉發 因為這樣子的恐懼散播 沒有失之解決的幫助 所以還是通知相關的單位處理 少女發文要殺人 警方以恐嚇公眾罪主動爭敗 目前警方正在積極找尋 少女的下落 要將人帶回爭敗 下飛機 飛機就是 小女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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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北上打拚 人生才要開始 卻頗聞恐嚇要殺人 是因為情緒不穩 還是一時惡作劇 後續都還有在警方訓問 但是網路上嗆瞎說要殺人 並不是兒戲 少女得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責任 記者 姚立香 李出風 台北採訪活動